我们接下来欢迎黄优福老师 来跟我们预告一下 下周各生肖的整体运势 下周是国立的5月12号到5月18号 那其中5月18号就是农历的4月4号 是有名的文殊菩萨的佛诞 文殊菩萨是代表聪明智慧的象征 那我们山西的五台山就是它的道场 那12生肖我把它分成四组来做个说明 首先第一组猪兔羊的 猪兔羊不错哦 充满着乐观达成目标 那单人目标是指工作的目标也算 感情的目标也算 各方面财富的目标也算 所以我给了五个赞的评语 好 其实是狐马狗 狐马狗也是不错的 超越他人承担重责 那超越他人是工作上的表现 所以你反而负得更多哦 我们给了四个赞的评语 好 下面突发那个蛇鸡牛的 蛇鸡牛比较小心注意点 下个礼拜呢 突发状况要顺利解决 那各种状况都有可能发生嘛 我只有给了一个赞的评语 好 最后是猴鼠龙的 猴鼠龙是交际较多改善评计 这也算是不错了 那给了三个赞的评语 那十二个生肖呢 有三个我们加码 特别好的 首先呢是钱财最旺的 钱财最旺的是属羊的评语 那其实事业最强 事业最强呢 是属猪的朋友 最后还有一个桃花 桃花最红的是属老虎的朋友 是 下个礼拜的机会 好的 谢谢老师 来 再见